好来看到原成国小在13号是办理了国小第65届 即幼儿园第12届的毕业典礼 那么现场邀请了许多的贵宾跟家长一起来共襄胜举 今年呢有三位国小毕业生 还有七位的幼儿园毕业生 学校安排精彩的私足乐团以及幼儿园的舞蹈开场表演 让与会的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校长蔡维本紧接着颁赠毕业证书 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 其实他们持续努力带着舍学的能力展翅高飞 接续也表扬了模范生以及学校成绩体育语文 学科以及艺术等领域表现出色的学生 这是原成国小在13号办理国小第65届 即幼儿园第12届的毕业典礼 现场邀请了许多贵宾以及家长一起共襄胜举 今年有三位的国小毕业生 以及七位幼儿园毕业生 学校安排精彩的私足乐团 以及幼儿园舞蹈歌唱开场表演 让与会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个毕业生啊 万伟还有永安还有小林 我们虽然人少 但是我们学业成绩表现都非常好 我们在花莲的那些车历里面 我们都能够在水准之上 特朗希望你们到国中之后 也能带着这些 也收获到的这些很珍贵的宝藏 继续国中 还有继续这些幼儿园上来 继续他们的学生 然后能够更顺利成为更好的人 典礼最后在校生与毕业生 彼此互道珍重再见 并献上最争执的祝福 会后学校准备精美餐点 邀请家长学生一起用餐 清诗融洽交流 活动就在温馨的氛围 画下完美的句点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